民众发出惊讶声 因为道路上竟然出现一只鸵鸟在跑 26号首尔以南的经济道陈南市 正值早上通勤时间 道路上车水马龙 就出现这只鸵鸟又蹦又跳逛街 民众看傻眼 又哈哈大笑 原来这只鸵鸟是从当地动物园逃跑 在道路上狂奔又穿梭 有够危险 也令民众捏了把冷汗 一般鸵鸟高达200公分 奔跑速度可快达时速70公里 完全能跟公车紧速 因此景潇也上演全员抓捕中 好几辆车出动 企图围捕鸵鸟 而经历约一小时后 景潇才终于在距离动物园2.6公里外 捕到鸵鸟 画面可看到鸵鸟受镇定后在网子里 原方表示 这只4岁的公鸵鸟 在园里唯一的朋友是一只母鸵鸟 一个月前刚过世 怀疑公鸵鸟可能因此有些郁闷或压力 目前它已回到园里 身体状况也都稳定 美式新闻 林玉贤 众后报导